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今天呢用杏鲍菇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川南这边独有的做法 特别的好吃 首先把杏鲍菇清洗干净 洗净的杏鲍菇切成两截 然后切成筷子大的条 再准备一点老姜把它切成丝 大葱切成丁 再准备一点干辣椒用剪刀把它剪成丝 因为我们家吃的不是很辣嘛 所以这一点就够了 大家如果吃的辣的话可以多放一点干海椒 锅内下入顺正的菜籽油 菜籽油的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入切好的杏鲍菇 快速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过后就要转中火慢慢的扁炒了 饭店里面这一步一般都是用油炸的 但是咱们家里面的话就用炒的吧 简单一些 这里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杏鲍菇里面比较多的水分 我们要慢慢的把它的水分给它扁掉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十来分钟 杏鲍菇基本上已经全部扁炒至金黄了 下面用漏勺把它漏出来 剩下的油留在锅里面 下入辣椒丝和姜葱 用小火先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加入一点干发酵 一起把香味炒出来 下入扁好的杏鲍菇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调味盐 鸡精 自然粉 来上一点五香粉 这里可以用13香代替 再烹入一点点酱油 从锅边淋入不要太多 加入酱油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提鲜 第二个是防止下面的海椒花椒的一些炒糊 翻炒均匀过后来上一点海椒面 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碎 贝基麻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几口 出锅了 非常美味的一道冷吃 杏鲍菇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麻辣鲜香特别的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先收藏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最后还是有想念的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整一锅杏鲍菇 入口的时候是一种麻辣鲜香的复合味 而杏鲍菇咬下去里面确实非常的鲜美 这道菜如果是冷却之后它会更好吃 因为它是一道热制冷吃的菜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